我要感谢超级演说家这个节目 让我跟林律师这些日子以来就混成了朋友了 因为关于演讲我们俩就是互相发微信 有时候发到半夜两点 我们之间互相微信的评测 我觉得已经有了情侣的感觉 所以我比较了解林律师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人 所以咱不如先说点轻松的 有一届的冠军是马威威 因为马威威也是你们辩论界的名人 他跟我讲一个你的段子 我跟你核实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这个林律师 他在台湾的律师界也是赫赫有名的 但是据说你有个讲究 说离婚的官司一年你就接一个 有这说法吗 对 因为所有的官司里面 以这一类的官司 对我来讲最佳的 最佳是最严重的元气大伤 对 因为看尽人世间 所有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全部都是这一类官司 我宁愿办杀人 或者是其他更大的情案 但是办离婚 给我内心当中带来的阴暗面跟不舒服 其实是最高的 因为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体贴 在不相爱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解释 在离婚的时候 体贴后来会变成压力 离婚的时候就变成压力 关心变成是监视 然后付出变成是有所图 所以所有的官司里面 以离婚官司让我觉得最佳的 就是让我更加的觉得会感觉到人生的沧桑 那我的心脏一年只能复合一件 没有办法复合更多 那你代理的那些离婚案件 它最终的诉求是抢孩子 抢财产 都有 但是重点是他们的那个过程 就是说抢财产 或是抢孩子是他们的目的 那但是真正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或是让我觉得很感伤的是 他们用的手段 因为我要抢孩子 我就一定要证明我比较好 你比较坏 那如果只是比钱的话 那在台湾的话 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情况 其实是蛮普遍的 所以我一定要证明你比较糟糕 那我就要从你这个人的人品 从你这个人的行为 从你这个人的观念 来努力地攻击你 那你就会觉得说 当初我们是一起发誓 说你要爱我一辈子 可是走到这一天的时候 誓言已经没有了 所有的功夫全部通通都做在 证明你是一个坏人 你是一个糟糕的人 你是一个不配拥有孩子 监护权的人 所以不要说是当事人 我们代替当事人说这些话 自己都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我们不认识那个对照 我们不晓得对照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当事人叫我们要去这样说 那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压力很大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努力 告诉自己说 我只是代言而已 可是还是会觉得 心里需要很多能量再去回复 所以一年最多接一件 一件事 目前别人说 我们先去看 下渐 您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订 fait的